我是基地,欢迎来到基地休斯顿的房屏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套房子是一套2020年的准新房 那这个地方的位置呢,它位于休斯顿的北KT 北KT的学区不如南KT好,但是呢北KT更新 并且呢北KT离10号公路和亚洲城都非常的近 所以它的位置生活是很方便的 南KT一般学区就全A的 北KT的学区有的时候有的小学是A的 但是大多数初中高中都是B类学校的 所以如果您不介意学区,那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选择 我们今天看的这一套呢是一个3160尺的房子 可是你现在看到我站在这个客厅里 它的客厅的高挑的程度 就让你觉得这个房子好像它不止3160尺 并且它二楼的卧室的面积也非常的大 所以我觉得布局空间感都非常的好 报价是49万5000美金 也不是很高,平均一尺188块钱 那如果说您对这样的户型非常好 位置也很方便的房子感兴趣的话 就跟我走进来仔细看看 这个房子是2020年建的 在一个内圈的位置 所以门口会很安静 没有什么其他的车径 只有邻居的车 外观也是石头和砖头的 双车库 然后走进来 它一共是3160尺的居住面积 7750尺的占地面积 四个卧室三个半洗手间 走进来之后就是很高调的大客厅 这个社区的年务业费是950美金 房子的地税不是非常的高 它的地税是11,900一年 由于房子非常新 所以税率是三点几的 一层的地板全部都是瓷砖 仿地板的瓷砖 四个卧室再加上放映厅 楼上有放映厅 这边是放吃的 大客厅还是最漂亮的 它的炉灶和烤箱是一体的 并没有镶嵌式的烤箱在旁边 有的买家很喜欢有镶嵌式的烤箱 但这个没有 这个房子的报价是49万5千美金 所以一尺就是156 这边是主卧 它的单尺面积是很划算的 它的单尺价格比较低 这边是主卧 但是主卧没有浴缸 只有一个大的淋浴间 如果主卧有浴缸 其实是会更好 所以一尺就是 一楼的另外一个套间 这个套间的床是一个酷饮的床 所以其实它每个套间的面积都比较大 套间门口是它的洗手间 由于房龄是2020年的 所以其实每一个细节都是跟新房子差不多 我就不具体的让您看细节了 就非常的新 然后旁边这边是洗衣房 双车库车库的地面也都做过了 做着那种塑胶的地面 院子外面先是一个padio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院子 它的后院是一个弧形的 所以它侧面的院子面积还是蛮大的 但是其实可以注意到 这个房子的后面不是贴砖的 后面这一排是水泥板材 一进来客厅就这种高调的 很空旷的感觉就非常的好 一点都不压抑 户型显得这房子特别的大 就感觉这房子好像有4000多尺那么大似的 现在上二楼 二楼活动室的背景墙也都做过了 那这个房子在休斯顿的北KT 所以它离亚洲城非常的近 也就是十分钟不到 你看它每个卧室的背景墙都有做过 挺精致的 这是女儿的卧室 粉粉粉嫩嫩嫩 然后再往前面走就是一个放硬厅 放硬厅还是阶梯形的 房子里面每一个房间都比较精致 这是这个房子比较好的特点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房子 但是不是很介意学区的话 那这个会是一个自助或者投资比较好的选择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或者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的话 欢迎加我微信 或者是给我打电话联系我 或者是扫描我们的二维码联系我 我是GG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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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